各位光明虔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邱家军 今天呢,我们又到外面 五一节 纽约这边是五一节 这个国内呢,现在应该是五月二号 早晨了,早晨大概六点钟左右 那么这是我经常来的一个 美国纽约的街心公园 大家看一看,远处有一些 当地的居民在玩狗 这地方是我们经常拍到的一些花朵 非常漂亮 五一节呢 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五一劳动节 Labor Day 或者是Worker Day 我在微机版上看了一下 当然,它这个叫法没有错 也叫国际劳动节 也叫Worker Day 或者是工人节 不过呢,还有一个叫法呢 叫国际游行示威日 那我就到我们国内的网站上去检索 比如说像百度 就检索不到 那么又到这个维基百科上去检索 现在我把这个镜头换过来了 又到维基百科上去检索 那维基百科呢,它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个五一节呢 又叫这个国际游行示威日 那么维基百科有明确的解释 这一天的活动呢 主要包括 集会 游行 示威 或休假 我再说一下 集会 游行 示威 或休假 那这就不免使人民联想起来 2018年以来 我们很多中国人呢 耳熟能详的 这个五一共振 刚才呢 有网友 给我发 通过WhatsApp告诉我呢 他说这个家军啊 现在国内好像 五一节 没有看到这个共振起来 我的理解呢 五一共振实际上是一个策略 就是说不管共振不共振 那 我们听到远处有人在玩狗 狗在叫 这个非常自由的天空 不管震起来震不起来 至少呢 它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压力 那我们刚才提到 违节 不管是集会 游行 还是示威 或者是休假 但是呢 实际上都不是劳动 但是它是劳动人民自由庆典的一个节日 这个提到国际游行示威节呢 估计中共是不敢提这个节日的 其他国际呢 都很正常 特别是今年提到五一共振 中共呢 就更不敢提 对不对 它担心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一旦觉醒起来呢 也会参与共振 大家呢 可能 尤其是中共当权集团 它可能非常非常地担忧 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我 对五一共振怎么看 我说这个五一共振 它的核心与本质呢 是正共 这个五一呢 只是说是一个时间概念 也就是它的核心与本质 你是要抓住这个正共 反专制 反独裁 也有人问我这个共产党怎么解释 我说今天的共产党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产共 产除 这个土共 产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 共振的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结合五一共振 就是不管正起来 正不起来 首先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唯共振这个策略 就是共振这个策略 全民共振这个策略 它实际上 对老共来说 是一个压力 在国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院外的压力集团 是这个公民 为了展现 展示公民的这个需求 它呢 说必须 是这个社会发展 一个必须品 也是社会政治 良性运作的一个润滑剂 就是不管它有没有正起来 至少呢 我觉得 这个提法 或者说这个策略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是一个层面 那么提到五一节呢 大家知道 前一段时间 那个北大的岳新同学 他呢 就是国际上叫什么 叫岳新事件 因为我刚才那个有点渴 走了大概有三个小时 刚刚在这个公园里面喝了一点水 所以讲话 这个有点渴的这个镜头还没有改过来 请大家这个稍微见谅 哦 镜头我调整一下 因为我背后是一个树林 就是要点一下呢 它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现在可以 我固定它可以 那么五一节 以前呢 大家知道 这个中共放假 没有放那么长时间 后来呢 除了五一节三天呢 中共又加上那个什么五四啊 加上什么节日 那我们提到这个北大 中共的这个北大 我们不能说这个中国人的北大 中共的北大 对不对 它把五四定为这个什么北大的校庆日 我说你还好意思用这个日子 你真的对不起这个日子 对不对 五四它本来是一个这个什么 按照中共的传统说法 是这个什么 民主又开学的一个日子 你现在有民主吗 民主是没有的 那你开学啊 也没有科学 那么如果用那个新晃连先生说 提的一样 是自由与共和 他也没有自由也没有共和 顺便提一下呢 前几天 我参加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有 来自美国 还有 美国本土以外的 一些反共人士 在纽约召开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比较长 一共用了两天的时间 会议基本上来说 属于一种保密性的会议 不过说实话 我对这个保密的会议呢 里面参与的人士都比较感兴趣 但是这个保密的性质呢 我 我本人 并不太 赞成 我们看一看 外面的空气质量 不太赞成 不太满意 但是呢 呃 因为 参与会议的人士 我比较喜欢 所以说 不管 他的这个风格如何 我还是去参加了 那么 至于这个会议 你为什么要采取一种保密 或者说 保密的行驶来召开 保密的什么程度呢 那么 以至于参会的人员 参会的人士呢 当时呢 把这个手机 都给收起来 做一个编号 以免能用手机 录音啊 拍照啊等等 然后呢 等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 才把手机呢 还给你 刚才是看一看外景 不过呢 我觉得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我们中国 一些人士 在国外 也难以改变 嗯 怎么说 有点类似于 像那个老 土共 早期 搞那种地下状态 的一些活动 也是呢 因为这个 中共呢 在海外 它的构兑啊 它的活动 的确是无所不在 比如说 这个今天是礼拜二 礼拜二下午 因为上午呢 我有一点其他的事情 没有来得及 接别人 发给我的这个信息 我看到呢 有在纽约 法拉圣 这个区呢 一些比较友好的人士 告诉我 他说家军啊 法拉圣图书馆下午呢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社会游行 据说呢 上午还有这个 王丹先生呢 在中国民主党 总部做了一个报告 我这是后来 看到这个信息 如果早看到的话呢 我应该到现场去采访采访 录一下啊 当然大家对王丹先生 也非常熟悉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 呃 刚才有位先生告诉我 他说 呃 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士 一般的说呢 他们周二下午 到这个法拉圣 公共图书馆门口呢 拉横幅 这个喊口号 反共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中国领事馆的一些人士呢 派了一些人 呃 把一些 这个 不明就里的 喊口号 拉条幅的一些人士 拉到一个 这个小饭馆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算没有摄像头 那么中领馆的人士呢 就在这个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 把 参与 这个 游行的 示威的 喊口号的 拉条幅的 中国人 暴打一顿 就是狠狠的打 说实话 我还真的没去 我去的话 恐怕 他们中领馆的那些人士 也知道我 他们也知道我 我并不知道 他们会把我 有可能拉到 某个没有摄像头的阴暗角落里 暴打一顿 说我幸亏我今天没有去 如果下一次再去的话 我应该参加 这个 他们大队伍的活动 就是说 不要被少数人 拉到一边去 跟你说 哎呀 说给邱先生 或者邱博士 邱老师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几句话 真不知道他就会把我拉到某个地方 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暴打一顿 那么这位友好的朋友告诉我呢 非常友好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 佳军 你如果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有人要喊你去 那你就立刻举些搜机 把镜头对准他 这样的话呢 他一般不敢对你动出 我说实话 这个中共真是恶心人吐顶了 在国内无端地殴打中国人 在国外 有中领馆的人士 或者是中领馆雇佣的一些帮凶一些打手 到国外也要无端地殴打中国人 也难怪 就是我来到美国 这个这一次 总的不到两年 有个总的体会 就是老外 外国人 真的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基本上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不团结 也是十分明显的 尤其是中国人 中国的官方 比如说中领馆的人 中国人殴打中国人 你想一想 在那个公共活动场所 别的国家 对中共到底怎么看 我记得上一次 到那个纽约时代广场 也是拍摄一个 中国民主党的 一个反抗活动 喊口号的活动 他是每个周六的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有王俊涛先生率领 大概呢 举行了七年多了 那么他选的这个地方非常好 是在广场的地方 是一个公共场所 这个离中领馆也不太远 中领馆呢 就不敢派人去 不敢派打手去动出 去打人 因为那地方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都是人 也可以说到处都是国外记者 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共是不敢动出的 这就使我想到一点什么体会呢 刚才提到这个五一节 五四 中共的北京美脸 过这个节日 还有一点呢 就是五四啊 放假 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 也可能是中共的一个策略 以往我记得以前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这个五四节 只知道是青年节 没有放假的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好了 大学生 你放假当然大学都非常高兴 都到外面去旅游了 对不对 一放假 大学生就不能团结起来了 就没办法给这个工人 农民 一块到街上去共振了 我可以这样说 五四的这种 五一的这种长假 尤其是五四的假期 可能是中共当权者的一个毒计 他有意的 不让这个大学生 特别是热爱自由民主的大学生 他们形成一个合力 或者到街上走一走 或者去散步 是这么一个情形 那么刚才提到 我可能今天走的比较累 走了三个多小时 刚才提到呢 这个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况 一些生活情景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那我来到这个美国 到北卡以后呢 到了美国的很多教堂去 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到中国人主办的一些教堂 比如说华人教堂 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呢 他的这个穿着啊 打扮啊 讲话啊 言谈举止啊 跟这个中国人在国内的这个情景差不多 也就是说 只是把中国的这个情景搬到海外了 我可以把它叫做什么 中国人在海外生活的一个威衰景观 你比如说纽约的像法拉圣啊 像那个 布鲁克林区啊 特别是布鲁克林的第八大道啊 还有这个 老唐人街 就是在那个什么 曼哈顿的老唐人街 一段段地方 你就感觉到了这个华人区了 这个华人区呢 典型特点就是人特别多 对不对 特别多呢 还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像华人 我记得到一些这个美国教会去 我就看到美国人呢 穿 特别是礼拜天 穿的西装革履 言谈举止啊 他们的活动啊 他们的上帝事故啊 他们的ESL啊 都非常的好 至少比华人教会的要好很多 有好多次我到美国的教会 因为我感觉到 礼拜天到教会去嘛 至少要西装革履 对不对 打着领带 穿着皮鞋 这个形象上 至少 怎么说呢 要 要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结果呢 这个到了美国人为主的 就是至少 95%以上都是美国人的教会 到里面去 这个有多次的美国人 就把我误以为是 亚洲国家的人士 但是呢 并没有把我当成中国人 我特别给他们解释 我说I'm Chinese 我来自中国 来自上海老家 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结果呢 他们的眼睛都那么大 感到特别的吃惊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人 也有礼拜天到教会里面 穿得那么体面 而言谈举止 那么 叫Elegant 我说当然了 对不对 我是这个 教授啊 我是访问学者 对不对 并且是美国名教的教授 你们怎么那么 瞧不起中国人呢 可能呢 有很多美国人 对中国人 比较了解 所以说 我觉得中国人要争气 必须我们中国人本身 自身要争气 那么再稍微谈一谈 郭文贵先生 我很多场合 别人问我 我都没有谈过 包括这个挺郭的 反郭的 我想呢 正好借这个机会 五一节 这个 刚才提到是 国际集会游行示威的节日 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节日 我就到公园里面休闲一下 跟人家这个 谈一谈聊一聊 刚才后面过来一个小狗 这个小狗已经在我 在我脸前了 我稍微拍一下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小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镜头过了一下 这个小狗 它在吃草 跑到我的跟前来玩了 非常可爱的小狗 美国的这个小狗 它因为 它的动物 都是人们 非常热爱的 它就不怕人 所以说呢 它也跟陌生人一块玩 大家看一看 远处还有 飞翔的鸟儿 有人说我 同心为民 的确是这样 我真的 我自己就感觉到 同心为民 这个小狗 非常可爱 这是一个小插曲 刚才提到这个郭先生 有人问我 对郭文贵先生怎么看 是挺郭还是反郭 我说呢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示威 也叫二元对立 二元分化式的示威 你说挺郭还是反郭 简单这样说 郭文贵先生 他的这个爆料 或者爆料革命 我是支持的 大家看一看 自从郭文贵先生 掀起这个爆料革命以来 这个海外呢 就兴起了新的 这个 叫什么 反共民主运动的一个 新的高潮 那么至于这个 你说从总体上 是挺还是反 不光是对郭文贵 包括任何一个人 大家看一看 挺郭 反国派阵营 这几天也有一些分化 对不对 你就不能够一概而论 也就是说 可以简单的说 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 我非常支持 那么你至于他 郭文贵先生讲的 比如说 不反共不反习 我就不支持他 因此呢 我觉得任何一项事情 你都要辩证的看 都要至少我们可以说 一分为二的看 你不能够简单的一概而论 有人说 看到我到什么地方去参加挺郭的后援会了 就马上说我 哎哟 拿了郭文贵的钱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这个有好多 这个跟长期以来 跟郭文贵先生 关系都比较好的 挺坚决挺郭的人 他们都出来说 根本就没见过郭文贵先生 也没拿过他的钱 对不对 在美国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 它有一个宗教意识渗透 就是相对来说 人们比较喜欢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它因为一个词叫community 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 团队活动的一个文化 并不是说 谁拿了谁的钱就参与 那大家想一想 我作为一个做媒体的人 自媒体也是媒体 对不对 我可以说是一个记者 那么哪里有什么活动 我带着我的手机到什么地方去拍 我去拍一下就是挺谁了吗 非常明显 就是说 什么地方有活动 挺郭的 我乐意去拍 挺郭的活动 什么地方有 我也乐意去拍 那么 别人访谈我 比如说路德先生访谈我 有人说路德访谈你必然是挺郭的 大家有没有看我在路德先生访谈我 就是 我谈到郭文贵先生里面是怎么讲的 我就说我支持郭文贵先生的爆料运动 对不对 那么至于他 不反共不反息 是他个人的选择 这个 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选择 对不对 就像有人问我 为什么 对不对 怎么样 放在国内好好的名牌大学的教授不干 这个自愿流放自己 为什么 在一个著名的电视台 做组成人不干 我说你 连我的推特都没看过 对不对 我是为了自由 我也并不反对一些公共媒体 人家到底怎么做 也是人家的选择 是别人的自由 我 我无权干涉 对不对 我自己选择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那是我个人的事情 那么 随着五月份的来临 我跟大家提到过 我所组建的一个智库呢 马上就要 能够落实了 那么 至于落实以后 具体做什么 我说有一个团队 也可以叫做一个community 具体做什么 我想到时候 也想通过我的媒体 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公共媒体 向大家展示 我也跟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人士 在海外 他们比较有经验的人士学会了 就是在这个活动没有正式组织 没有开展之前的 要保密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组织这个活动 一定要注意保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把这个信息 发出去 老公的人 他就要到里面去捣乱 去勾兑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在海外 待了大概有二三十年的 你可以把他叫做 老前辈 老专家 也可以把他叫做什么 老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倡导者 他就特别特别的提醒我 也是他 他的这个一家之言吧 他说呢 在海外 行事特别是 倡导自由民主 反共 反专制 反独裁 你要特别小心 以至于呢 我到 刚才提到到很多华人教会里面 一些华人教会的牧师 也非常友善的提醒我 他说 家军 你一定要注意 你刚到美国来 很多华人 他们 怎么说呢 可能有居心扩设的 居心不良的 我说呢 说实话 我 有一颗 非常纯净的 非常 纯正的 非常真实的心 来对待 社会 这个现实 不管你怎么样 我呢 都有一颗 纯净的心 都有一颗 反共 反专制 反独裁的 一颗 纯净的心 来对待万事万物 这个 我是在看远处的那个狗儿 在玩上 非常有意思 非常惬意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觉得呢 坚守我们的这个 一颗 纯净的心 一颗 纯正的心 如果用那个基督界的话语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心 佛教呢 叫什么 比如说 叫慈悲之心 那么道教呢 就是叫什么 叫什么 比如说 类似于这个什么 初子之心 或者叫什么 叫初心 是不是 伊斯兰教呢 叫 那个呢 是什么 一颗爱 爱真主的心 当然 这个我说的不一定准 如果不准的话 这个大家有知道的 请给我提醒一下 提示一下 非常感谢 那么今天呢 主要讲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围节 它实际上是一个 国际集会游行示威 或者是这个休假节日 这个国际游行集会游行示威节 我觉得呢 中共不敢提 第二点呢 就是中共为什么要放五四节 当然 放五四节呢 大家能够 总体上 参与集会游行示威 这个我觉得 是无可非议 不过呢 千万不要中了中共的奸计 它就是把 特别是把大学生 尤其是这个 纪念北大校庆的大学生 放假了 对不对 让你没办法聚拢在一起 第三个呢 就是谈 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存状况 到底是团结还是不团结 第四点呢 就是说 我呢 以一颗纯净的心 来对待 这个 复杂的社会 第五点呢 就是我想呢 这个五月份呢 我的这个智库 马上就要成立了 成立以后呢 这个 具体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到时候呢 再给我们光明虔诚的 网友呢 具体的展示 好 我们还是演示一下我们光明虔诚的所思语 天下导供 恢复中华 携手并进 光明虔诚 各位光明虔诚的网友 感谢您的这个耐心收看 我们最后呢 还是展示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活动场景 非常漂亮非常惬意 大家看看 人和自然 这个 非常和谐的处在一起 这个 狗呢 比较远 我把镜头呢 稍微拉的 靠狗 人比较近一点 那我们再看这边的那个天空 这个 这个花儿 这就不用说了 非常漂亮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呢 您提出这个意见建议 欢迎订阅 转推 非常感谢 再见